巴黎帕运下周要登场了 我国这回派出了13名选手参加比赛 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授旗 颁发了20万加菜金 免利选手们 而且还喊出金牌奖金 要加码到600万元 行政院副院长郑立军 更是亲自到桃园机场 为选手们送行 高喊口号准备出征 行政院副院长郑立军 亲自到桃园国际机场 欢送巴黎帕奥代表团 这次我国一共取得 7个运动种类13席参赛资格 参赛种类包括桌球 羽球 抬拳道 射箭等等 要展现辛勤训练成果 荟棋飘扬 代表团众志成成 早在出发前 23号下午总统赖清德 挥舞荟棋 先亲自授旗 替2024巴黎帕奥运代表团 加油打气 代表国人祝福各位 像台湾南雀一样 灵巧敏捷 像台湾黑熊一样 勇敢无惧 勉励选手再创感动时刻 对于这回代表国家 远征巴黎的台湾好手 赖总统更是如鼠家珍 从年仅17岁的桌球新秀陈伯彥到最资深的65岁社界老将曾龙辉一一唱名 13位选手征战七大运动项目 赖总统除了送上20万元 加菜金也不忘再带来好消息 帕运金牌的选手奖助金 从400万元提高到600万元 可以按月领每个月3.1万元 不仅提升夺牌奖金 本届从训练阶段旧创先例 首度让帕运选手进驻国训中心 赛会期间还有后勤团队到巴黎 提供膳食医疗以及运动防护各种支援 经药问题或是水土的问题 所以其实在这次有可能 舒适或是中继赛的这个整个完善的资源 对我们来讲其实还是很安心 很大很大的进步 对那我们觉得不要说什么奥运或帕运 我觉得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一个运动平权 比照奥运规格要让选手毫无后顾之忧 用最佳表现再让台湾被世界看见 接着我们的